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公主一觉不醒,国王想尽办法都叫不醒她 于是请了林国公子和马儿的过世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神秘的王国 国王和王后生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公主 可突然有一天噩耗传来 公主躺在床上沉睡了过去,怎么也无法醒来 这难道是哪个巫婆的诅证 国王守候在公主的床前 每天以泪洗面痛不于声 大臣们也都十分沮丧 为了让公主醒来,国王想了很多办法 他不断制造噪音,不停地晃动公主的床 可是这些对公主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依然舔睡如初 国王沮丧极了 他想起了最美人的故事 于是千里传书,请林国的王子前来相助 王子说到书信后,骑上千里马 一刻也不停歇地痴疼在路上 与此同时,国王也没有放弃对公主的治疗 可这种罕见的病症,连王国里最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 国王甚至请来了女巫来做法 可女巫的魔法只会一次次地将事情变得更糟糕 就在国王快要绝望时 王子终于骑身马,跨越千难万险来到了这里 可王子的吻对于公主来说 好像也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马儿一剑主动凑了上来 大家都忍不住要绝望了 可就在此时,公主的闹铃响了起来 公主十分自然和响地醒来,关掉了闹钟 这一场闹剧,她仿佛从未参与其中 我们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叫不醒一个正在认真做梦不想醒来的人 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章法 有些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难过或是沮丧也都会过去 也许时间会久一点 但这都是一个梦醒的过程